所以現在有了新車之後 接下來會不會想要考慮 就再買個房子 然後再往結婚成家的目標 當然會啊 一步一步來吧 一步一步來 我女朋友 像我 像我女朋友也是 其實我們也沒有在避孕啊 如果有就結 有就結 因為我們現在住在一起 跟結婚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對 不要鬧了 打大哥 好 我幫你介紹一下裡面喔 然後特斯拉 有一點 很有趣的東西 那我拿回去 很有趣的東西 很有趣的東西 它裡面其實很帥 撞鬆的感覺 它是整個 裡面可以倒下 然後 然後 對對對 然後把車子 弄出來去山上 我看 它全景天窗 然後你又給你看 我記得是 大概 三四年前 然後我在 我去上 第一次上網很大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憲哥我就問他 我就問憲哥說 欸 你這個特斯拉 憲哥你 比如說幾分 你給他幾分 他說一百二十分 是零到一百喔 他給他一百二十分 對 然後我從那時候 就一直開始 上網去看他的 比如說介紹啊 影片啊 推薦啊 各種東西 然後研究做了很多功課 對 然後又剛好 存了一點錢 就 殺了 對 貸款 頭騎 頭騎就我上一台車賣 賣的 然後我就拿去繳頭騎 然後一起繳 兩萬五 那還好 這樣比較好 對我來說比較好 因為以前我拿到通告費 都現金嘛 我就亂花亂花亂花 那現在 你就會想到說 啊 要繳車帶 通告費要存起來 對 有時候賺多一點 就繳兩個月 所以請各位 呃 製作單位呢 趕快發你通告 多發我一點通告 我車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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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她跟雅萍姐 都坐過你的車了嗎 兩個都坐過 都坐過了 感覺 我媽常常坐啦 她有時候會閒 有時候會說 怎樣怎樣 其實她是開心的 就像 她會閒哪一部分 嗯 車子的顏色 不是她想像中的那麼 啊 我覺得應該是辣椒紅 你看你這個是沒有這麼紅 怎樣怎樣 在那邊講半天 我跟妳講 妳這個齁 還有一點齁 我跟妳講就是齁 可是我跟妳講 上次有一次她到花市 我在她到花市 那旁邊剛好就是二手車 然後有二手車的老闆 妳就過來跟她講說 欸 我們現在這邊進很多雙B的啊 都是那個公里數跑很少的啊 然後我媽就這樣看她一下 喔 可是我們現在 兒子這種年輕人齁 他們都喜歡開電動車 那個叫什麼 特斯拉 她就很秋這樣 特斯拉 她就開特斯拉 所以那種雙B 我們比較沒有在看啦 齁 好嗎 OK 所以現在有了新車之後 接下來會不會想要考慮 就再買個房子 然後再往結婚成家的目標 當然會啊 一步一步來吧 一步一步來 對 有錢有錢她才抱結婚 對啦 對啦 因為男生跟女生 我女生 像我 像女婚兒也是 其實我們也沒有在避孕啦 然後像 像我媽有一次 就是跟她一起去看牙 你知道嗎 然後 我在外面等 然後進去的時候 她就問她說 她問我女朋友說 欸 有啊 你們 沒有要生小孩 你們有在避孕 就問她一些很尷尬的問題 你知道嗎 你們在避孕嗎 然後 我 女朋友就那種 灑掉這樣看她 然後說 其實生一個也可以啊 那她會有伴啊 就是她都在講小樂樂樂跟 年紀也不會差很多啊 兩個也可以啊 她這樣跟她講 你知道我不在的時候 那就是 我媽好像很想要 其實我看得出來 我爸也蠻想要 是 小孩的 是 那柔怎麼回答 我覺得 阿姨我 我 不知道 對對對 這很尷尬啊 她也不知道怎麼講啊 對好 好 阿姨我知道 所以你會有壓力嗎 還是你也覺得差不多時候到了 如果有就結 有就結 有就結 因為我們現在 住在一起跟結婚 基本上沒有什麼差別 對 而且現在這個時間 也不能說 真的去宴客啊 幹嘛 對不對 欠人家一個婚禮嘛 對啊 你要等到疫情 希望台灣這個疫情 就趕快過去 然後大家趕快打到疫苗 就 沒問題了 就OK這樣 就是順其自然 對順其自然 來 給扣子 其實有了 一哈 一根 給你氣球چ碗 眼看那 眼看它 眼看那 滿滿滿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李柯垣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柏蘇瑤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依潔 我一直覺得 樹母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啦 快了 可保 沒送他 被 deu 確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